其实风力也不是很大 所以这样的天气条件呢 就会帮助大气当中 形成一个逆温层 那这个逆温层就像是 盖子一样照在我们的上空 将所有的东西都会闷在里面 所以空气当中的污染物 也不利于扩散 这就容易形成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雾霾天气 那我们经常会说雾霾伤身 首当其冲的 就会损伤我们的肺部 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之下 我们可以适当地选择 调整自己的饮食 比如说可以多吃一些 能够清费的食物 像是雪梨或者是木耳等等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要积极地参与到 保护环境中来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那这样呢 就能够从根本上 杜绝雾霾卷土重来 那好在这轮雾霾呢 也不会嚣张太久 从明天开始 将会有一只冷空气大军杀出成围 将会帮助我们把雾霾逐步地清除干净 但是冷空气所到之处呢 将会降温 所以在这也提醒您 这两天的温度变化呢 会比较大 要及时地了解天气资讯 增添衣物 注意好防寒保暖 好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天气资讯的话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来关注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 同时还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 那在今天晚上19点30分 中共龙黄金剧场 会继续为您播出电视剧 《孤战》精彩不容错过 同时也希望您 能够持续地锁定黑龙江卫视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全省新闻联播 天地风既有劲又养地 天地风肥料提醒您关注天气 赛末肥料相当可靠 赛末肥料提醒您关注天气 好兄弟 讲一起就和君德力 君德力提醒关注天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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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